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仅仅是这样 那顶多是人品德行不行 但谁也没想到 这样的一个看似人模人样的大网红 居然还参与了引诱陌生女性的无耻够大 画面上这名男子名为乞丐哥 是某手上的一名百万级网红 故事一开始 在2018年10月18日的下午 一个神色慌张的女性拖着行李箱 走进了江西省重仁市公安局巴山派出所 该名报案者年纪不大 看上去似乎还是读书的年纪 她见到警察后立刻急促地大喊我要报案 警方见状马上对她进行了安抚 之后向其询问了具体情况 她表示自己名叫阴影 湖南人 不小心被人骗到了这边从事不正当工作 齐抽 阴影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名为无情酷暖的东莞男人 在各种花烟巧语的公式之下 阴影很快就被其吸引 当时阴影认为自己与无情酷暖之间是纯洁的爱情 但没想到这一切 只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 两人聊了一个月左右 无情酷暖便提出了见面请求 阴影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结果见面之后 无情酷暖便开车把阴影从东莞送到了江西 甚至还被要求提供性服务 在此期间 她不是没有尝试与无情酷暖联系 结果对方就说了一句 你自生自灭吧 面对男友的态度 阴影心如死灰 她多次试图逃脱 但都没能成功 她当时被关在一个三层高的牢房里 与她一同关押的还有一位名叫小雅的女性 后来阴影找准机会将阳台上的铝合金门窗撬开 沿着水管逃了出去 之后在一辆私家车的帮助下来到警局报案 警方立刻带着阴影前往那座三层楼房 可当到达后房子里却空无一人 之后 警方联系了这栋三层小楼的房主 在房主与阴影的指认下 很快就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犯罪嫌疑人名叫李昌 36岁 一个月前租下这栋房子 当时她称要在这里开洗脚城 警方掌握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后 立刻在各个路口设卡盘查 很快就将李昌抓获 李昌向警方交代 在阴影逃走后 她就意识到了事情会暴露 于是她将还未逃走的小雅 送到了距离县城40公里的福州市 在那里还有一个窝点 负责人名叫大卫 她俩是老乡 属于连锁经营 经常会交换女性活跃生意 而他们所控制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由他们的男朋友带到这里的 价格是两万 之后 警方又顺利打掉了大卫的窝点 可惜没有找到那位名叫小雅的被害人 据大卫表示 小雅已经被自己欠退了 临走时还给了她点路费 具体去了哪儿她也不知道 而在成功打掉两个窝点后 警方对无情酷暖展开了调查 从她的朋友圈可以看出 这是一位精神小伙 除了美颜自拍就是炫富视频 现今豪车搭配精神语录 可以说是十分潇洒 警方根据无情酷暖的住宿 车辆信息 很顺利地就查清了她的身份 名叫阿水 同时警方还发现阿水 在将音音送掉后 立刻就返回了东莞 于是警方立刻前往东莞 并且从软件上包装了一个女性账号 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很快 警方就收到了阿水发出的好友申请 两人经过一段聊天后 阿水便发出了同聚邀约 同时还发来了她的具体地址 根据嫌疑人提供的地址 警方很顺利地就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一个叫阿水 一个叫阿才 一位18岁 一位27岁 两人是输职关系 被抓时她俩正在用手机和女性聊天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这两人的所有社交账号汇总到一起 一共有一千多个女性好友 并且其中大多都还是花样年华 但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为这两人介绍买家的人 居然是一位坐拥一百多万粉丝的网红 也就是乞丐哥 乞丐哥原名叫高德飞 1911年3月出生 平时在网上她总是一社会人自聚 号称作用丐帮三千铁骑 各种炫富装大哥 整天不是砸豪车就是在与人对吗 买家 起初警方还不太相信高德飞会从事这种无底线的活动 毕竟她作为一个网红 整天抛头露面直播打赏 目标太大 而就在警方疑惑之时 贵州警方发来了消息 原来 不久前在当地曾发生了一起聚众斗欧事件 而斗欧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大东的嫌疑人 此人正是带走小雅的人 据大东交代 她曾看管过五名女子 其中有三人都是乞丐哥介绍的 很快 警方决定对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并立刻对乞丐哥进行抓捕 但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对于乞丐哥的抓捕工作异常不顺 乞丐哥虽然是个网红 但他行踪不定 四处逃窜 手机号也都是用假身份证注册的 而且他发布的短视频都是对脸拍 完全观察不到周围的环境 但是在2019年8月26号 高德飞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当时他在网上发了几段视频 视频中出现了他刚出生的儿子 而视频的配文中提到了荣江市副保院 于是警方立刻前往贵州省荣江县 并迅速锁定了高德飞的所在地 可是赶到高德飞所在的房子后 房子中空无一人 屋里的桌子上摆着三只碗 碗里的饭还是热的 原来高德飞所在的周边装有很多私人监控 早就发现了盘山公路上的警方 而更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下山时竟然接到了高德飞打来的挑衅电话 在电话中 高德飞先是介绍了自己所具有的地理优势 像是一手南宫之类的 同时他还和警方商议 暂时不要抓自己 因为抓也抓不到 只要自己给孩子过了满月就去自首 警方健壮也只好将计就计 以退为进 先是对高德飞进行了捧杀 称其聪明伶俐 反侦察能力强根本抓不着之类的 以此让高德飞内心膨胀 放松警惕 之后趁着夜色 警方又返回了高德飞的村子 将其抓获 而在充足的证据面前 高德飞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高德飞2006年辍学 偷了家里300块钱 然后跑到广东东莞打工 但由于吃不了苦 好几样工作都没能干够满月 后来又跑到浙江省朱济市 加入了一个偷到电瓶车的团伙 并且很快就成为了团队中的骨干人员 但遗憾的是 2011年5月被警方抓获 探处了两年有期徒刑 两年之后 高德飞出狱 开始四处漂泊 后来机缘巧合开始尝试网络直播 并给自己命名为乞丐哥 他也很快找到了流量密码 那就是网黑 全称网络黑色会 整天张口江湖 闭口不服 凭借着约架炒作 满口脏话 很快就积累了一定的粉丝 还签约了网络公司 虽说高德飞成为网红后收入直线上升 但他其实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有钱 一切都是包装 平时他收的礼物 暴去平台和工会的分成 根本剩不下多少 另外 他为了排面 还必须与其他网红进行商业胡刷 再加上为了充连面 常常租豪车 布小弟 口袋里那点钱根本不禁折腾 如不付出的他 便把心思放到了这个生意上 但他为了降低风险 就决定既不买也不卖 只是在充当一个中介 随后 他就大张旗鼓地做起了这种违法够大 每次能抽取5000块钱的提成 据统计 高德飞供涉嫌参与的20名被害者的案件当中 事情发展到最后 法院分别判处阿水叔侄俩有期徒刑 10年龄6个月和10年龄2个月 而李昌夫妻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有期徒刑11年 高德飞则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06个月 案发一年后 有记者曾试图联系过阴影 但阴影的父亲却表示 阴影在回家几天后 就又和一些精神小伙搞在了一起 并一起前往了外地打工 至今不知去向 而话说回来 高德飞等人之所以能频频得手 完全都是在利用这些被害人设事不深 想要轻松赚钱的心理 这些涉事未深的被害人由于过早辍学 缺乏学校教育以及家庭的呵护 再加上他们都处在青春叛逆期 这就导致很容易误入企图 因此 我们在谴责高德飞这种不法分子的同时 也要重视其对安全的教育和自我保护 避免误入恶人的圈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